回想之杖 回想的收益并不是很高 一般拥有持续稳定伤害的英雄 都不适合出回想之杖 蜜月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露娜大招只要在标记范围内使用 可以无限刷新 一旦让露娜刷出月牙 则是毁天灭地的 而露娜也是一个不适合出回想之杖的英雄 因为回想的冷却被动 有足足5秒 可力用度太低 司马亦是一个依赖被动普攻打主要伤害的英雄 而作为一个爆发很高的法师英雄 司马亦出回想之杖的收益并不高 而回想之杖之前装备还可以增加移速 这个特点对于司马亦来说无关痛痒 毕竟他是一个多位移的法师 总之 回想之杖对于司马亦来说是非常鸡肋的 大家还知道有哪些法师也不适合出回想之杖吗 快在评论区分享分享吧